点稿日记之仙女大作战第二弹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仙女大作战 诗歌仙女的内战现场 那我也得承认啊 这次内战的原因呢 确实是因为我太过于优秀 导致姑娘们呢 为我师为我光 为我慌慌撞大墙 为我粘断反射 也不能为为我身后颠倒 实不知味 他们决定通过内战的这种方式 来得到我 你看真是的 踏不了就135246 这些给我歇钱不就行了吗 好姑娘们 不是 不要这样嘛 搞得跟着熊子了 好的兄弟们 又到了紧张自己的 诗仙女大作战环节 经过上一次的实在之后呢 这一次呢 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盖战 这回我们可以 给两边的妹妹呢 都重新开了一个房间 我们一会儿打游戏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到房间里面 听他们说话 非常的刺激 为了弥补上次 我们没有听到 小姐姐对内语音的遗憾 这次我们会在TD云 开房间连卖互动 下载TD云 和小姐姐们一起 快乐舞台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两边的班位 那蓝色方呢 首先是选择 搬掉了盾山 加上一条庄舟 搬掉了镜和蓝 好 现在轮到我们蓝色方 一选 一选 貂蝉 一选直接锂貂蝉 那红色方二选 选什么 干扰张飞 张良 张良可以 你选貂蝉 我就选张良 那看一下我们蓝色方的第二选 这个小乔 好小乔安琴拉 好 感觉左边 好像是想要来一个 无法贴女的阵容 触发一个特殊的羁绊 红色方会不会识破 蓝色方的轨迹 不让他们把这个无法贴女的阵容给他选出来 那看一下 胡刀帮后面后续的BP 现在轮到胡刀帮的第三选 好 听见一个小鱼姬 好的 那胡刀帮也是果断的识破了 蓝色方的鬼弟弟手 王中军直接给你送床斑美 大风一束 那看一下 蓝色方现在这边该怎么去应对 好 那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正常 搬掉了一个纳克露露 那我们这边 红色方第五番 搬掉了打几 多少学买 好 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红色方第四选 红色方第四选 那我们两边为何要这么选 我们我已经没了 我想采访一下 你们这个BP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无法给你这种好人对对面给破解了 就希望你们有什么想对对面什么 你就好好看好好学 好的 让姐说好好饭好好学 那你这个狠话有什么想让我带给对面的呢 对面 慢点打 看操作就完了 求错了 求错了 别打我 好的 那你这个狠话 我会帮你转带到的 别打我 看操作就行了 可以可以 那我会把这句话帮你带到的 就把你们转成好挨斗吧 好的 姐妹们再见 喂喂 那个 无法帮的小姐姐们 请问 请问你们对于对面这个阵容选出来之后 你们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 第一件交材了 好 第一件交材了 好 第一件交材了 那这边的话也是 蓝色帮也是有一句话想要让我多给你们带到啊 他们要我跟你说的是 你们什么都不是 虽然他们阵容选得不好 但是他们已经有无表召召召召召 请做好准备 虽然他们的阵容不好 但现在遇到你们的阵容 我觉得没有TU加仇 这都是原话 他觉得你们不是事 看他们的 我们都没吃晚饭 就等着给他们做饭 虽然别冲走